中东和北非阿拉伯穆斯林的人口统计如下 1.阿拉伯穆斯林占阿拉伯世界人口的大多数 2.并非所有阿拉伯穆斯林占多数的国家的公民都认为自己是阿拉伯穆斯林 许多阿拉伯人不是穆斯林 大多数穆斯林也不是阿拉伯人 3.阿拉伯穆斯林是世界上最大的穆斯林族群 其次是孟加拉人和庞哲普人 4.阿拉伯穆斯林在语言 文化和祖先上都是阿拉伯人 阿拉伯穆斯林在几个方面与中东和北非的其他民族和宗教群体不同 首先阿拉伯穆斯林在语言 文化和祖先上都是阿拉伯人 而该地区的其他民族和宗教群体则不是 其次阿拉伯穆斯林的数量远远超过中东和北非其他民族和宗教群体 占阿拉伯世界人口的大多数 第三并非所有阿拉伯穆斯林占多数的国家的公民都认为自己是阿拉伯穆斯林 许多阿拉伯人不是穆斯林 大多数穆斯林也不是阿拉伯人 阿拉伯穆斯林与中东和北非其他民族和宗教群体之间的关系很复杂 一方面阿拉伯穆斯林占阿拉伯世界人口的大多数是世界上最大的穆斯林民族 另一方面并不是所有阿拉伯穆斯林占多数的国家的公民都认为自己是阿拉伯穆斯林 许多阿拉伯人不是穆斯林 大多数穆斯林也不是阿拉伯人 阿拉伯穆斯林是伊斯兰教的追随者 他们在语言文化和祖先上都被视为阿拉伯人 阿拉伯穆斯林的数量远远超过中东和北非其他民族和宗教群体 因此阿拉伯穆斯林占阿拉伯世界人口的大多数 并非所有阿拉伯穆斯林占多数的国家的公民都认为自己是阿拉伯穆斯林 许多阿拉伯人不是穆斯林 大多数穆斯林也不是阿拉伯人 阿拉伯穆斯林是世界上最大的穆斯林族群 其次是孟加拉人和庞哲普人 阿拉伯穆斯林与中东和北非其他民族和宗教群体之间的关系很复杂 一方面阿拉伯穆斯林占阿拉伯世界人口的大多数 是世界上最大的穆斯林民族 另一方面并不是所有阿拉伯穆斯林占多数的国家的公民 都认为自己是阿拉伯穆斯林 许多阿拉伯人不是穆斯林 大多数穆斯林也不是阿拉伯人 阿拉伯穆斯林